大家好,我是星辰,我现在来到了沈阳市 大东区八王寺工业遗址展示馆 它是位于八王街39-1号 渗水园小区的栏侧 这里就是生产东北饮料汁八王寺汽水的旧址 这里是沈阳文物历史建筑可阅读工程 这是八王寺汽水厂的原则 和它的简介 八王寺汽水厂始建于1921年 前身为民族资本家创办的 凤天八王寺啤酒汽水酱油股份有限公司 1935年改为凤天八王寺量造工业诸社会社 1961年定名为八王寺汽水厂 存是国内八大非酒精饮料生产厂之一 是中国民族资本最早建立的饮料生产厂之一 1990年研制新产品33种 其中或国优产品银制奖一个 不优产品银三个 省优产品银三个 我现在来到这是介绍沈阳市八王寺汽水厂的简介 这是八王寺民国20年1931年农商部颁发的营业执照 这里分别是1923年八王寺发行的股票 下方是1923年发行的报纸广告 旁边是八王寺老董事会签字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八王寺建厂初期 也就是1920年的公司大楼 下面还有员工合影 是制造啤酒机器之一部 这是八王寺20到60年代使用的汽水厂的老设备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后面的一口古井 大家走进看一下 这是原来的八王寺清泉 它的四周已经用栏杆 已经保护起来了 中间这边水还在摄像上翻译 八王寺清泉井 根据沈阳县制记载 奉天就是今天的沈阳 陈北的明代寺与大法寺 与清朝顺之五年 1648年由八王爷 因亲王阿纪格出自修上 随改成八王寺 且八王寺南五十米处 有意清泉 名曰八王寺清泉井 水质清泉号称关东第一干泉 又据沈阳县制记载 因八王寺井 东以长白山干封 近靠北运河 西南松辽广源 北营松海苍茫 故井泉清泉甘方 为沈阳诸泉之冠 专供清出圣经故宫御用 清康熙十年 1671年 康熙帝东寻圣经 引用八王寺井 清泉水 圣赞清澈甘田 八王寺井 随名声大正 清乾隆43年 1778年 乾隆帝东寻圣经 因天气炎热而使用清澈 带来的玉泉水不可用 随名太监用八王寺清泉井水 为其洗尘煮茶 引后异乡流口 乾隆帝龙岩大岳 名誉正赐八王寺水为关东第一泉 因此八王寺清泉井为御用之水 而名阳九州 1978年10月 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沈延义老先生 为八王寺提词 并留下了东北第一甘泉的传世莫王 这里一直往前走 是玉泉华亭小区的入口处 左手边现在的房子 它是属于盛水沿住宅小区的房子 位于沈阳市大宗区八王寺街90号 那么大家知道吗 20世纪80年代 一种橘子口味的汽水 在东北地区 颇受小孩子们的血案 当打开瓶看 一股透明的薄卧从瓶中慢慢升起 炎热的夏天喝上一口 就是那个年代 最简单的幸福和快乐 它就被称为东北饮料之王的八王寺汽水 它经历了百年沧桑 至今依然屹立在东北大地 期间有过辉煌 被抢占 崛起 停产 重新奋起 过程曲折 令人回味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八王寺 八十年代部分荣誉和商标 还有九十年代遭遇的品牌危机 中间就是八王寺 二十一世纪重塑辉煌 新的厂指 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 最右边就是八王寺 历史厂名及历人的厂长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八王寺 五十到七十年代的历史资料 右手就是八王寺 六十到八十年代的历史的流影 六十年代饮料巢大门和八十年代饮料巢大门 上面是东北第一甘泉 这是八王寺八十年代生产设备荣誉及产品 八十年代引进三菱生产线 最下面是广告 请饮八王寺汽水 沈阳市八王寺汽水厂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就是还原之前老厂 凤天八王寺啤酒汽水酱油股费有限公司 1920年 上面挂的厂名是不同时期的 2010年八王寺汽水厂重新选址建立新厂 旧厂则作为博物馆 让厂里的员工和沈阳人民能记录它的发展历史 八王寺汽水历经百年 它的发展正是中国饮料的百年历史 它的存在见证了中国的百年历史 时间过得很快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星辰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不及时期帧 在祝兰 这下期再见